冬天汽车玻璃容易起雾怎么办 今天教大家一直搞定 汽车玻璃之所以会起雾 是因为车内与车外的温度相差太大 然后我们嘴巴护出来的这个热气 遇到冰冷的玻璃之后就会形成小水珠 也就是我们说的雾气 所以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要改成这个温差 今天让车内的温度 与玻璃上面的温度保持相同 要么就都冷 要么就都热 如果一个冷一个热的话 就会出现容易起雾 所以我们的车上都有一个这样的扇形 储物开关 只要一按就可以立马上误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原理吗 当你开启这个开关之后 其实前面的空调自动压缩机也开起来 同时这个风向会对着玻璃吹 并且会自动切换成外循环 分量也会加弹 现在我按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现在AC没有开 风向对着前面吹 分数是两格 开的是内循环 现在我就开启储物开关 大家认证看 看到没有 自动切换成AC了 然后对着玻璃吹 分数调大了 然后开启了外循环 这个目的就是通过外面的冷风 加上空调制冷的风 一起对着玻璃吹 让冷风吹冷玻璃的方式来快速储物 这个储物方式虽能快 但是有些冷 同时油耗也会偏高 因为压缩机也开启了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用热分来储物 因为把玻璃吹了之后不但可以储物 后面也不会再起雾了 但是这个就等发动机的水纹上来才行 因为发动机水纹上来之后 吹出来风才会热 效果才会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关闭AC开关 把温度调到最高 这样对着玻璃吹就可以了 所以我的总结就是刚上这不久时 先开启储物开关 用冷风来快速储物 等发动机的水纹上来之后 再关闭AC开关 用热分来磁吸储物 这样就是既快又节省的一个方式 你们觉得呢